因为因为学生不撤啊 当时我们这些老朋友 我们这些都揪着心啊 因为肯定要开枪的 因为这是毫无疑问嘛 这是要开枪的 但是什么时候开啊 我们就揪着心 到了六三晚上六四早上 因为我们家住的前三门啊 完了这车就进来了 躺个车 装甲车 还有军队 手握自动武器 对不对 完了那个就进来了 到了大概是半宿 就啪啪啪啪啪啪 就就枪开枪了 远处就听见咚咚 爆炸声 但是我们听的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完了就我一 我那个楼是靠着 现在门马路的 所以我在那个楼道里一看 好家伙 军队 两边都是学生 或者说是老不姓 是吧 拦军车 那你咋拦得了啊 拦军车 是啊 解放军一开枪 他们就都跑了 我看特别清楚 所以你当时的感受就是 应验了 悲剧终于发生了 不是中国的悲剧 人类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两边撕破脸了 你知道吗 学生就跑了 就跑了 本来你学生你既然让你撤 你不撤 人家小平去掉兵去了 那你们学生应该有对策 对对 你们他们用现在的话 你们上几张山呢 哪有这素质啊 你想一开箱全跑了 跑的跑 完了之后 但是解放军真杀人啊 大约杀了不到一千 打伤大概五千多 我估计是这个数量级 你知道吗 那打的当然没有学生成何 当然这也是一滩血 那也是一滩血啊 学生哪见过这个啊 打趴下来就好 完全超出他们的预料 是吧 完了就开始 小平也走了 开完枪之后 小平也没在北京 6月9号 电视台转播 小平把军上的干部召集起来 他他讲话 他手当时多了多缩 他他怎么说的 国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我知道啊 推却责任呢 因为这这事不是说他改革开放 该再来的后果 因为党内有有这个所谓右派 党内右派说 你看你改革开放得了 学生出来要推翻共产党了 他得说这是国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不如89啊 89年的学生都是有理想的呀 你现在再问学生 都是什么赚钱呢 现在就是一切向钱看嘛 有一个民谣嘛 叫抬头向钱看 低头向钱看 只有向钱看才能向钱看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中的年轻人谁管政治啊 就他们骗 就是俩在那儿骗钱呗 对不对 所以赶不上89 我跟你讲 年轻人赶不上89 整个政治环境呢 根本赶不上了 你89前以前是胡耀邦赵紫阳 那是很那个 后来就变成江泽民 江泽民后来变成胡尹涛 都比现在强啊 现在越来越差劲了 已经你想想 都到了一锤另音了 到了 道于不许 他们批评老大了 叫不许叫什么了 叫做什么 叫做 就是自我批评都不许了 原来党 共产党有一个优廊传统 叫批评自我批评 现在不许啊 你怎么能批评呢 叫保持一致 叫不有杂音 也有队长的 叫做相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